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奇斯 姐姐的告白 我的姐姐雪尔维亚是一个很善良的姑娘 这几天 家里很不顺 父亲的工作一直没有进展 晚上 姐姐雪尔维亚悄悄走了进来 她小声地对我说 走 我们一起去找母亲 昨天晚上 我听见母亲一直在安慰父亲 她的工作遇到困难了 家里已经没有钱了 父亲说 要使情况有所好转 就必须做出牺牲 因此 这一次 我们也应该做出牺牲 对吗 我希望你同意我的看法 姐姐说完就拉着我的手来到母亲的身边 母亲正在那里沉思 母亲 请您听好 我们有话要说 姐姐一边坐下一边说 母亲吃了一惊 看着我们 接着 雪尔维亚姐姐说 父亲没有钱了 对吗 母亲红着脸说 没有这回事 谁跟你们说的 不要再骗我们了 你以前说要给我买扇子 给安里克买化色盒 现在 我们什么也不需要了 我们不想浪费一分钱 母亲刚想说什么 可雪尔维亚姐姐又接着说 不 请您允许我们这么做 我们不要吃水果了 我们不要买衣服了 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幸福的 对吧 安里克 我赶忙回答说 是的 我们会和以前一样幸福的 雪尔维亚姐姐又说 母亲 答应我们 不要再给我们买礼物了 我们实在不需要那些东西 如果必要的话 我可以帮您分担家务 这样就不用再雇人花钱了 我时刻听您的吩咐 做您让我做的一切事情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雪尔维亚姐姐搂着妈妈的脖子 继续说 但愿您和父亲不再为了生活而苦恼 为了父母 我们连自己的生命也可以舍弃 只要你们天天高高兴兴的 我和安里克什么都愿意做 啊 我第一次看见母亲那么激动 那么欣慰 母亲一边含泪微笑着 一边热情地吻着我们的额头 接着 母亲对雪尔维亚姐姐说 傻丫头 你想错了 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地步 母亲对我们说了好多句谢谢 整个晚上她都很高兴 父亲回来后 母亲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 亲爱的父亲什么也没说 只是脸上露出丝丝的笑意 今天早晨 一走到餐桌前 我和雪尔维亚姐姐一下子挣住了 在我的餐巾下有个新的画色盒 在雪尔维亚姐姐的餐巾下 放着一把新扇子 我亲爱的父母啊